第一 親自上台表極佑的消防同仁 議長同志偉出席消防節表大會 對於打火弟兄出入火場保護民眾安全 特別提到火神的眼淚來感念同仁的辛苦 首先要代表基隆市議會 感謝我們消防同仁在基層第一線不眠不休的辛苦 只要有任何的狀況他們都隨時維持著救災救護的能量 那火神的眼淚裡面有一句話 他們這個工作是有意義的 他們救的不是一個人 而是救整個家庭 我想在面對這個第一時間的這個困難 我想消防隊員都是非常的辛苦 消防局示範最新的救災APP2.0 議長同志偉有感於救災的多樣性 特別和民間友人一起規劃 江振宋基隆市消防局外勤同仁 美人一頂防毒面罩 希望能夠確保弟兄救災安全 今年我們也特別來規劃 因為我們特別想要照顧這個消防隊員 那有很多友人 包含清安宮 還有包含一些朋友企業 希望可以來捐贈這個 防毒面罩給我們所有第一線的消防人員 可以在他們保護他們在這個呼吸道的安全 一方面也兼顧防疫 所以我們今年希望可以完成這個規劃 那我們也正在籌備當中 希望今年可以讓消防同仁感受到我們的溫暖 然後我們的關心 我們未來對消防隊員會持續的付出 那我想我很榮幸擔任議長一職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照顧好 每一位消防同仁基層家庭的安全 慶祝119消防節 就用議長同志偉送出大禮 希望用實際的行動力挺基層打火弟兄 記者黃紹明就用報導 好